关系企业 关系企业 至二以上独立存在而相互间具有控制与从属关系 或相互投资关系之企业公司法第369条之一 关系企业之形成 乃一国经济发展至相当程度及规模后 所必然产成之另一新形态之企业组织模式 其组织太阳、营业规模、结合方式及在一国经济体系中所占的重要性 均迥异于传统的单一企业组织 关系企业之形成多有经济上之目的 包括以下 为求大规模生产之经济利益 原企业之多角化经营 谋求人士升迁管道之畅通 培植企业领导人 利用关系企业之相互投资 其相互保证以达到资金灵活调度及信用扩张之效果 利用关系企业间之交易 以图定定或调整价格上之便利 有较充分之物力、人力、财力及技术上之优势可提升竞争能力 即有关系企业之广泛 建立以提高企业之知名度及形象等 关系企业在我国迅速发展 且成为企业组织上之重要太阳而凌驾于单一企业 细近三十余年来之事 且有逐年上升之趋势 由于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之规范 主要仍以单一企业为主体 对于关系企业此一符合企业之组织 及其对内、外关系 包括对公司股东、债权人 交易相对人之规范均付之缺辱 因而我国行政院于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二五六次会议决议 通过送请立法院审议之公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其增设第六章之一关系企业 将关系企业之组织及活动予以法制化 用以维护大众交易安全 保障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其债权人之权益 促进关系企业健全营运 配合经济发展 而达成商业现代化之目标 现已完成立法手续正式公告施行多年 对企业经营有深远影响 企业篮